清除掉,如果要寫成一個方學 你目前看插入函數裡面 在使用者定義裡面 應該是找不到手機函數 那怎麼樣可以變出一個手機函數 甚至如果你們電腦應該沒有這些東西 因為這邊我們電腦好像有內建一些外掛 這個外掛至於什麼用途 可能是新的版本吧 才有的外掛 那我們要怎麼產生一個自己定義的一個制定函數 首先第一個,你必須要打一樣 我們開頭的話就是Function Function名稱叫什麼? 我們叫,不要叫門號 叫手機好了 這個名稱的話,你可以自己取 手機 然後一壓Enter 它會有一個Function 後面叫Enter Function 所以其實頭跟尾會自動產生 那刮弧特別注意 因為Function跟Sub最大不一樣 Sub是按按鈕,自己就執行 它不會跟你互動 但是Function有點像互動 它會先問你三個問題 請你給我什麼 給我這三個資料吧 那你給我這三個資料呢 我幫你串接完 告訴你最後的結果 然後再丟到你指定的儲存格 就完成有點像一個cycle OK 所以首先的話 刮弧裡面的話 放什麼? 放這三個東西 所以C 把這三藍的藍會名稱放到哪裡? 放到這個刮弧裡面 把它貼上好了 記得中間就加豆點就可以了 OK 第一個是電信業者 第二個是放什麼? 門號區馬 第三個是放門號末馬 OK 這樣的話 它會跳出來這三個格子 再來的話 按個TAB 特別注意 請你先把首期它的名稱放前面 因為它將來Return的話 會Return給它自己 等於什麼? 後面加一個09 所以其實跟剛剛那個有點像 AND 不過呢 你會發現剛剛是直接去抓F欄 但是因為我們的 這個電信業者的資料 是使用者提供給我們 它也許選這個 所以它會資料放哪裡呢? 放在這個參數裡面 電信業者 所以我們直接把它給我們的參數 這個電信業者 放到哪裡? 放到AND後面 這樣子 09 AND 你給我電信業者 所以我把它串在一起 然後後面的話 再一個空格 AND 所以後面的話 一樣是減的符號 所以剛剛邏輯一樣 然後再AND AND什麼呢? 就直接format 前括弧 然後format是什麼? 門號區馬 所以直接點這個門號區馬 放到format裡面 然後呢 逗點 雙引號 0,0,0 後雙引號 後括弧 這樣子的話呢 就門號區馬 OK了 所以喔 末瑪怎麼辦? 其實道理一樣 所以把這邊 一直到AND這邊 把它複製 貼到這個後面來 把這邊區改成末 或者你複製過來 可以的 這個反正 只要字標打錯就可以了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大功告成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它會幫你把 它提供的這三個 放到這邊來 然後串接完之後呢 丟給誰? 丟給自己本身 自己的話呢 游標一定是放在這個儲存格 所以呢 就會把串接的結果 放到指定儲存格 好 OK 其實應該沒有很複雜啦 只是不要做錯 這個其實程式不多 但是呢 很容易做錯 多多練習就OK 然後 插入環數的時候呢 使用者定義 你會發現呢 這邊就多一個手機了 就會跳這個 有沒有 刮鬍後面三個東西 就分別給 這個 這個 三個嘛 指定 一個蘿蔔的坑 那你會發現 如果程式沒錯的話 這邊就出現串接的結果 這個就是手機裡面放的東西 它會再幫你return到 你游標放的位置 所以喔 我們直接按確定 那就會得到 我們最後的手機號碼 那我只要怎樣 向下填滿 就大功告成 OK 所以請各位最後 這個部分的話 你就再把它另存新檔 今天的作業 上個禮拜已經是這個作業 你沒有存檔 好的 那你可以把它刮鬍一下 後面加上今天日期 今天剛好是921 OK 所以就打今天日期 然後記得把它存檔起來 就OK了 然後呢 把這個存檔的結果 幫我把它傳到 你們的作業